大家好 歡迎收看堅仔神操用馬 我是馬蕭蕭 星期日又有十場賽事舉行 而有好幾場賽事的出馬都不滿額 尤其是第一場的三班12米來地 以及第三場的二班1000米 出馬只有六隻馬 想買位置Q也不受理 馬蕭蕭的場合 最重要是做什麼呢? 好,開估了 馬蕭蕭的場合最重要是看馬蕭蕭的影片 看完我的影片之後 就可以給到這些靈感 衝擊大家的投注思維 好,事不宜遲 大家一齊看看我究竟選了什麼心水馬 今次我會介紹三場馬給大家參考 而第一關的賽事會在第二場五班14米 這組馬我比較喜歡一對鑽瘡馬 包括了8號的美滿星雲 以及12號的東風1號 美滿星雲在暑假的時候就轉了五班至馬房 他也操了一段時間才出賽 起碼也試了兩個集 其中一課集 也試得不錯的 大家可以一起按進去看 這課試集是由蔡明試試的 藍衫黃就 有一點黃色的圖案 就會是美滿星雲 戴著一個黑色的楊毛麵枯 現在守在第三位 他剛剛出閘的反應也不錯 現在他一直走著三碟 好了,進到直路的時候 其實他的走勢也很輕鬆 已經帶上去了 其實旁邊的桃花多 跟著跟著都已經走下去了 但是他一直按住 都已經可以保持走勢 而外面有一對馬 是拍上來作出挑戰的 但是蔡明紹給了兩部 這隻馬也可以交回反應 頂著外面那隻無敵精英 這課集的走勢相當好 狀態其實已經看到已經粗起了 狀態這一方面 OK 可以看看他的路程 也有一些煙勢給了大家 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他曾經只是進入過一次的三甲而已 就是在谷草千二米 當時也是上季初出的時候 是平衡四十七分 沿途他也有些搶口的情況下 回來也頂到第三 輸給一對馬 其實都是這四班的中堅分子 就是對行滋聲和勁快聯盟 水準不太差 現在來到三十四分了 算過死數 基本上已經一定是夠跑了 那為什麼? 你說五盤子 為什麼不報回谷草千二? 這也是一個他信心的表現 那他 判斷完這隻馬 其實現在可能真的 均速跑千四會比較好 那千四會不會擔心他的氣量? 那也不怕 因為我們按回去同情 看到 他在前季 因為當時這隻馬 即是三歲 已經是跑過千四米 當時呢 只是輸兩個幾馬位而已 123磅 當時是平衡50分 現在呢 跑五班 最後是129磅 所以算過死數來講 已經是好著數了 這隻美滿聲雲 所以就一定要選擇 好了 另一隻就會是12號的東風一號 這隻馬暑假就轉到廖康銘馬房 試了一個閘 那試閘的表現呢 其實都 相當吸引的 好了 那大家又可以看回那個試閘的片段 這一課試閘 他就排了一檔的 灰馬 出閘 他就有一點慢了 但是霍雲昇 回到兩步之後 其實他都快點上去前面 是放的了 而旁邊的一隻潮州大興 跑千四米 都是很有速度的馬 其實也不夠他快 所以這隻東風一號 那次縮成來千四 有沒有速度去放呢 都可以告訴你 他會有足夠的前速去另放 最重要是出閘是順利的 好了 去到終點前 霍雲昇再給了兩步 他都可以交出一個反應 是彈一對手去贏這一組試閘的 其實這隻二十幾分的馬 比起上季已經進步了不少 剛剛大家看到萬集的情況 9月5號試完集之後 9月11號 都特意由霍雲昇再彈到霍草集 去糾正出閘 已經是有足夠的誠意 去應付這場賽事了 所以這一對馬 都是值得去兼顧的 現在可以看完神操片段了 好 現在一齊去看看第二場的神操片 神操片在哪裡看到呢 就會在這個箭咀 按進去 立即有個神操片段了 這個神操片段會跟馬號的 一號的珍珠哥就會有那段片 既然剛好看到珍珠哥也說了兩句 其實他出腳的力度 都比上季好 這隻馬洛班 都可以贏一票 之後就去到美滿星雲 看到其實他的馬身已經收好了 而且跳起來 有力得來是不急的 所以一出跑千四 都有他的道理 至於東風一號 我就跳一跳去看東風一號 東風一號 這一課跳得不太好 因為剛剛看到他轉腳 這裡又轉腳 已經轉了兩三次腳 但是他試閘就沒有這樣的鏡頭 試閘入直路的時候 都是出正腳回來的 因為試閘的時候他又慢閘 所以這一課霍雲星也親自和他彈回閘 其實他們也開揚的 一些報復 狀態也是 隨著轉馬房之後 也是粗起了 至於另一場的深水 就會在第八場四班千二米 這一場有隻冷門 大家是值得一起動動腦筋研究 它就是四號的焦點 這隻焦點 其實在上季來了香港之後 跑了五場 沒有一場是好看的 他剛剛跑第十三 輸了超過十一個馬位 然後之後 之前那些長刺 最近最近輸到 已經跑第九輸四馬位 這場谷草千二米 那有什麼東西吸引到我呢 最主要就是他的神操 以及他的試閘的表現 試閘呢 他這次就會加硬出賽 在試閘也有用這個配備去試 大家一起看看這條片 有什麼吸引之處 好 這一組重化的試閘 都有一些焦點馬可以看的 除了焦點是焦點馬 是的 六檔的馬林 其實在開來日都已經贏了 好 在試閘的時候 當然是要 最重要的是 看看他開閘的時候的反應 好了 三檔 就是焦點了 黑色衣服 黃色帽 是的 他出閘的反應其實也不錯 很快已經解決了走勢 放在三四位那裡 而前面 文明之星和馬林 都一對馬拍放 好了 進到直路了 馬林和文明之星都仍然是帶著的 焦點這裡 小心翼翼轉位 望空 望遠空出來 他是沒有騎的 其實也是按住的 依然他有個走勢是可以自己上去的 反而內蘭的馬林 走上來 可能他1300磅大的馬 還未熱身 這一課試閘 就是先熱身 他就吃力一點 焦點很輕鬆已經拍回他們 過終點之後 仍然是有個余勢上前的 這課閘已經是試得不錯了 不論在配備上 或者是在狀態上 也看到 是適合的 配備 狀態也是一直在康復的 只有這些神操的話 也不夠搭配 要看看究竟他在海外是什麼 海外呢 其實他來香港之前 贏了一場1600米 就是 沿途是在走三碟 好 大家都可以看這一場的海外賽事 焦點 好了 有個紅色箭咀 藍色三就會是焦點 沿途其實也是走外面的 不是說一直省著位來贏的 這場馬 大家看到一路走外 都是虧位的 這裡還是三四碟 一騎出來已經是很有反應了 跟剛剛那組試襲的模樣是差不多 好了 接著對手一路追 都是追不到的 也帶著一個馬回來的 好了 他這樣虧這麼多位贏 會不會是對手水 我也跟大家檢查過 亞軍、貴軍 甚至乎跑第四名那隻馬 其實再出之後的一兩場 都已經是贏馬保重 尤其是亞軍那隻 之後再出 跑七場 是贏了五場 證明賽事水準 高不高 我真的不知道 起碼不會低 所以這隻焦點 是絕對值得重視的 尤其是他這一場 也會有些賠率 至於另一隻可以留意的 就是這隻三號的續夢年代 我們就一起 看一看他的神操表 他試完雜之後 報民都親自上去單跳試涼貨 我們可以一起去看看 他的神操表現是怎樣 OK 一起看看第八場的神操片 神操片也是照舊 在這個三角形 按回 然後就會是 按回神操片段 1至14號的馬 都會顯示他們的神操片 先看看3號的續夢年代 這隻馬其實是一隻12磅的大馬 這隻馬上跳過 這隻馬上跳過 9月14號就是最後試跑 看見他已經收了身 跳起來雖然有少少頭髒 但是出腳的力度是足夠的 狀態已經粗起了 至於4號的焦點 他看上去 好像跟之前看過試集的勁度有些分別 但是要留意在配備上面 其實是有不同的 他在神操跳會戴著頭罩 戴著頭罩就聽不到聲音 所以走起來會比較淡定 他試集的時候會戴眼罩 所以走起來會比較厲害 來到香港 何摘堯也親自跟他跳貨 這裡看到他是自由淡定得來 其實出腳的力度也是足夠的 狀態也比上季有很大的進步 至於最後一場的心水 就會是第10場的3班14米賽事 大家可以看看這隻閃電 我在開場的時候也講過 3班泥地12米 頭場只有6隻馬跑 這隻閃電也不跑這一場馬 走來這場3班14米 大家會不會說 他也是可能想減分呢 現在66分 上季他在68分 是贏馬的 大家也可以看上季贏馬的評分 這一場也是贏了泥地12米 稀威心騎 當時也在贏 那些馬也不錯 也是贏了年少有威 雖然印象中那場年少有威 是有點左的 但是也是一場不錯的水準賽事 現在他的分數也是 比起當時贏馬的時候低了兩分 你說他減分呢 其實是講不通的 再看他的操練表 他在上季跑完最後7月9日那場之後 就已經傳了他去重化那裡操練了 7月30日已經跳回第一課了 復課的日期也算是比較早的一批 之後在重化 發完美視的一集 回到香港 都特意找到田泰安去跳回草地 其實看操練的程序 這隻馬是有備而來的 究竟他在1400米過往跑得如何 看回他蓋耀王跡 按回同情 原來他在上季跑過兩次1400米 其中一場是我這次拿著的key race 證明這隻馬在1400米有能力 當時是在評價75分 比起130磅 當時是輸給什麼馬 冠寶區和疾風鳴區可能比較失準一點 但是安喻 線路之聲 甚至乎美麗賀彩在上季的季尾 都是在贏馬 而這隻閃電是如何跑呢 大家可以一起看 好 先按回全螢幕 這場閃電排在一個大外檔起步 紫色衫、紫色帽 就是閃電了 一撞就撞在尾部 但是撞在尾部 其實他也是走著 剛剛走著二、三碟 還有一些搶口 現在一直都在尾部位置 我們可以拿哪隻來做比較呢 他可以拿一隻動日星來做比較 因為入直路 他們兩隻馬就在差不多位置 閃電也一直在尾部位置 OK 現在動日星已經移出去 是望空島去衝刺 反而閃電 當時班德麗還是論論盡盡的 才走回到內蘭 衝得不是很順 知知諸諸 但是其實這隻閃電 都一直有個勢子撲上去 好了 終點前 在扎位那裡 一直都騎上去 跑第六輸兩個幾馬位 其實這場馬已經證明 閃電跑草地的能力 也不太差 之後再出 也是 跑多了一場 他當時也是有些搶口 以及走著三碟 也是虧了一些位置 其實這兩場馬 回來也不算太差 證明其實那些千四米 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即是沈澤成這場馬 也不是亂報的 加上同場的對手 其實除了巴閉哥之外 這場是中年好聲音的格局 全部都已經差不多六歲 巴閉哥就五歲 另外閃電也五歲尾 到年頭的時候 都會轉歲 所以這組馬其實 不是有什麼超班馬 而閃電評分已經比爺馬時低兩分 加上千四米也證明過能力 神粗也是有一點動態 在蟲化粗完之後 回來跳回草地 現在種種的角度 合起來 閃電已經可以當作是冷門去搏 至於另一隻馬 就會是大紅袍 大紅袍 好 我們一起可以看一看 它那個 神粗片 去看一看 它的狀態是怎樣 好 一起看看第十場的神粗片段 照舊在場次下面的三角形 再按神粗片段 就可以看完這場馬 每一隻馬的神粗表現 好 我們的目標是要看7號的閃電 這一課是在蟲化跳 看到它都帶著頭罩 所以走起來都是比較文靜 只要看見它走勢暢順 我對於它的表現已經是收貨 好 下來香港就不同了 因為沒有任何配備 加上田泰安那手的姜誠 所以整隻馬跳起來 就會活躍很多 好貨好力一點 至於十號的大紅袍 這些放頭碼 最重要就是有口火 現在季初儲了一輪體力之後 現在最後試跑看到它 簡直是有點問不住 湧著走 背到115磅這麼輕磅 就應該很容易放出來跑 對手要追它 亦都是不容易 因為有口火 好 我現在總結一下 剛才提供了的心水 第二場我選了 8號的美滿星雲是首選 12號的東風1號是次選 我會用不同的顏色去highlight 至於第8場 4號的焦點 有些進步 是我的首選 次選就是3號的續夢年代 至於第10場 大紅袍 就會是次選 而首選就是7號的閃電 希望剛剛的深水馬 都給了一些靈感 衝擊到大家 這個星期日 我就會和拍檔 波仔 會延伸在觀塘投注處 主持堅仔賽馬班 到時 就會和大家分析十場賽事的形勢 以及提供我們的心水 堅仔賽馬班 今季就會不定時 在四個不同的投注處 會舉行 除了星期日的觀塘之外 葵坊 中環史丹利街的投注處 以及北角電器道的永勝冰室 都會是我們搞賽馬班的地方 而我們會優先邀請雙年費的用戶去參加 現在關於雙年費的payment 我們會有一個優惠 現在用中銀信用卡 就可以有一個免息的分期 每個月就是208元就可以完成訂購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打55361016 跟我們的同事聯絡 好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下集再見 拜拜